姚琛 王 陈 懿 欢迎三位 哈喽 哈喽 姐 哈喽 来来来来 我们三位啊 每次都有不同的方式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很熟悉了 但是以全手的身份 跟大家打招呼 是不是会有点不一样 从奶腕开始 大家好 各位老师们好 我是创 创作人奶腕 很高兴 我会创 创 很高兴参加 全力以赴了我们 很荣幸体验拳击这项运动 你不应该是全手奶腕吗 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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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全力以赴 我的实力如同吕布 大家好 我是吕布 你是rapper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全手姚琛 对 然后很高兴能够参加 这次全力以赴的这个节目 对 你也得来一段这样的 哇 我不是freestyle 没有准备 这是准备好的 大家好 我是告别了王蔡蔡这个称号的王陈毅 全手王陈毅 既然今天三位都是以全手的身份亮相 刚刚发起人张伟丽有在现场试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权力值 而且是以这个非常标准的这个职权啊来试的权力值 我们也请三位一上来先演示一下你们全手的事 完全不要有压力啊 我们就告诉你们一下这个张伟丽的权力值是六千四百六啊 我完全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啊 我可能我可能是老师的领头 来 我们谁先来 那我先来吧 那边先来 你用标准的直拳可以 你轮圆了来一拳也可以 都可以啊 超过六千四百六 先瞄准 走 哦 姿势至少很帅 哇 五八五 哎 我们再来一次取最高值吧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走 姿势非常不错 走 哇 没关系 就证明 这确实是比较客观的水准 非常客观 来 下一位 刘成来吗 我来 我来吧 戴上全套 我经常在那个电玩城里面玩这个 你一般的数据是多少 肯定是四位数 6461 肯定是四位数 肯定是四位数 这么精准啊 你要去 这样抓着 抓着打 那你可以 你用任何你的方式 哦 至少四位数啊 等我一会儿带不带 你还有17秒 你还有15秒 14 来 哇 这四位数无疑了 不可能六千五秒 四百什么几了 哎 哇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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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一路攀升 哦 你要超过张伟丽啦 快快快快快快 oh my god 我可以再来一次吗 almost 再来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来来来来来来 兄弟这搞得我压力好大 怎么做到的 好 哎 好帅啊 就是打完之后转身去解全套 好帅啊 好帅啊 他在全台上也转身了 不要 不要剧透 哈哈哈 我看了我看了那场 哎 哎 哎 哦 哦 全力以赴 我的实力如同吕布 可以可以可以 姚春的关键词有了 姚春全力值高于张伟丽 不要有压力也没事 来来来 你是吕布 拍在腰身后面 一点也不苦 哈哈哈 我的实力 加油加油 是不是这个方式 真的真的 真的能打得更重一点 主要是我经常在电 坏你还有8秒 哎哎 来走你 别防我 陈毅走 好 哎也挺厉害的 我第一次打4点多 我刚才打400多 我刚才打400多 女生可能 哦 哦 哦 哇 哇 6500 你要不要再来一下 高值取最高值 也是两次取最高值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嗯 你给他说一下给你点面子 哈哈哈哈 尊重对手 哎可以 这个应该可以的 是啊 splend 嗯 还在长 二 哦 哦 喔 дог 哇 涅很猛 蓝眼 太猛了 这个小小的权力值测试能代表你们个人在权力以赴当中的风格吗 风格 就是比如说他们俩人好像明显是那种重拳的 就是拳头很重的 可能我们奶腕就是灵活技巧型的 非常灵活 我可能确实灵活一点 我比较擅长跑动 多闪那个叫 我很能跑 对 那你们两个人评价了你的拳风 我的拳风就是腿活比较多 腿活 对 脚很灵活 脚步很灵活 脚步非常的灵活 是的 我跟姚琛也是这样 我看姚琛打的时候也是 就是腿上的活比较多 就是 转圈 没有 那两个人跳舞 我们俩跳舞了 在拳台上跳舞了 对 没有 其实在拳台上还是有一些 紧张的时候会以那种 就步伐去放松一下 嗯 但第一次去上拳台的时候 跟在下面练习的时候 心态肯定不一样 上去有什么去放松心情的 放松心态的方式吗 还是说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 就是打 其实我是真的一片空白 因为在平时中所预想的一切 包括准备的招式什么的 战术 对 当一上台之后完全不一样 然后当看到对手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字就是上 冲 就是要把它打倒 对 是这样 一样的 楼上加一 是这样 楼上加一 你们觉得自己有打出一些战术吗 可能 毕竟练了一部分 是这个拳击了 而且可能是在很难得 平时我们很难见到的 这些专业教练的指导之下 你觉得自己上场的 这场拳有打出战术吗 我的话 其实在后面是有的 因为前面是想的是战术 就是冲着打 然后后面发现 战术不太行 然后在中间又改了改 对 然后有意识地去躲拳 或者是 很厉害还有中间的调整 对 还是得需要去调整的 因为 如果你一直按照一个战术去打的话 可能在后面不好打 对 是 我可能会更注重于客厦的练习吧 因为我觉得 像我们这样的话 一定要练出肌肉计 也上全台才能更好的应对 对 应该 就是 之前安排了很多战术 但是站上了全台 就可能全都意识到了 对 是 我亲眼看到陈毅就是 肉眼可见的这个肌肉的变化 撞了一圈 一大圈 对 因为我看之前 昨天我们有一个表演赛 我有看到几位拳手 其实他们会讲到参加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减重 因为你要保持在自己的这个量级吗 我是增重 我也是 你们三个人不会都是增重 是你要过的 我是 三个人都是 我还没动 那还不错 你是增鸡 对 所以每个人来参加这样一档全新的节目 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 我们发起人张伟丽刚刚也讲到说 很希望全力以赴的我们在上线的时候能够燃起更多人对于拳击的热爱 刚刚我们的两位经理人讲说其实拳击真的大家了解下来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运动很有魅力 那我不知道三位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拳击出的建议 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觉得感兴趣了想要去打拳了 有什么建议吗 那我可能就是给如果想了解一下的女生的话 对我的建议可能是首先一定要有耐力耐心 这个我觉得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吧 不能说就是抱着这个长新鲜的心态 因为这个确实还是一个比较有危险性的一项运动 会受伤什么的做好心理准备 其次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运动多多少少是 肯定会面临一个增肌的过程 那增肌的过程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女生可能大部分会集中在一个比如说瘦身 就是光想着瘦 对那如果运动的话 会有可能撞那么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你想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身材的话 那这个过程是要接受的 因为我那段时间其实是蛮圆的 就是挺壮的 然后那个过程其实也不长 但是等那个过程熬下来之后 其实对塑形什么是很有帮助的 我前段时间去出去工作 然后露出手臂的时候 线条已经很明显了 其实是好看的 所以要有所收获的话 这个过程当中所必经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 然后对拳击这项运动的话 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做好保护措施 对还有一个拳击手臂的 所以那个拳击的时候 这衣服是药衣的 以及我 interfer了 其实我们有的 这些传计的 所以我们就算是选择 就是心态上面的这些 就是因为可能我刚站上全台的时候会心里非常怕 害怕挨打 害怕打别人 所以这个一定要克服 大家一定要把它看成一个专业的体育竞技的项目 打别人也要克服吗 也要的 打任何人都要 是的 就是你真正的站到那个竞技的状态的时候 跟我们平时训练想象的那种打别人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 对 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来说呢 大家不要轻易的 如果学会了拳击的一些技巧的话 也不要在全台以下的地方使用它 就是还是要在全台上全力以赴 在台下还是要 对 要peace一点 是的 好 那刚刚其实我们的两位男生啊 权力值蛮接近的对不对 那因为毕竟出拳的这个角度啊 方式啊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数值上的一些差距还在合理范围内 那但是究竟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臂力熟胜熟腹呢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哇 好期待 哇 是我喜欢看的话 好简单 来 看谁举起来吗 我们用一个非常公平的方式 俩人掰手腕 漂亮 好不好 来 我们请乃万当裁判吧 好的 就是什么 胳膊肘不能离开之类的 要不要给面子 你们两个人要全力以赴 对全力以赴 来 那就是 好来听乃万的口令啊 这个麦要放下 嗯放下吧 放下吧 可以 可以 桌子断了 来 酷 来 2 3 2 1 哎 哎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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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准备一下 再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再准备一下 再准备一下 我们陈毅准备一下 来来来来来吧 3 3 2 1 哦 哎呀 他们俩表情 好啊 表面是风轻云淡的 对 全力以赴走 不是我心想我们好歹是个拔过拖鞋的关系 是 所以你可以拔出来我拔不出来 哎 姚晨你如此收放自如 你这么厉害啊 没有没有 因为我是平时喜欢运动 对 然后诚意的话 她她是腿部比较厉害 对 因为她平时下半身运动比较多 喜欢跳舞嘛 而全身的一个鞋条 对 是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啊 在这档节目播出的时候 很多人因此去喜欢上拳击这项运动的 那我们也想知道 在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 心态上啊 会不会有些变化 你觉得自己参加这个节目收获的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比如说刚刚陈有讲到说 可能 具体到在拳台上 就是不怕挨打 是的 也不怕打别人 你觉得参加完这个之后 比如说 自己在体验上啊 我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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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这个楼就是我们当时 最开始的时候 感觉梦开始的地方的那个感觉 对于姚琛来说 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 包括几位经理人也提到 我昨天也看了你们的比赛录像 说实话我真的很意外 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人打拳 真的不是点到为止 真的是拳拳到肉 我特别看了姚琛的那一场 基本上因为我现在稍稍了解一些拳击的知识 我才知道我们要击打这种有效的部位 可能大家最开始就是照着脸来的那个拳头比较多 那毕竟还是要做演员 毕竟还是要回去有其他的做歌手 做爱豆 然后或者是做这个唱作人 还有其他很多的这种工作要做 所以当时会害怕吗 说实话的话 不害怕被打脸是假的 就因为还是害怕的 因为毕竟我们最开始没有接触这项运动 然后所以最开始去练的时候 其实对于头部的一个保护还是有的 就是如果不保护的话 其实还是有心理压力的 就像我平时喜欢运动 喜欢锻炼 我喜欢去花雪啊什么的 都会喜欢 但是拳击也是我第一次去尝试嘛 所以最开始打的时候 我以为不戴那个头盔 对我看专业比赛都不用戴的 然后我心想 哇 节目太狠了吧 我就有点打退堂鼓 但是后面就说 来都来了是吧 那我们还是要 好好地尊重这个比赛 尊重这项运动 然后那就不用怕了打呗 对 因为如果选择了这项运动 那就要接受它给你带来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对 你要去选择滑雪 那可能就会骨折 对 就这种 那时候学了打拳 打拳之后的话 整个人在生活中 我是觉得 反正我每次 从那个北京那个 我们那个拳馆出来 我感觉我比别人高两个头 就很自信 你知道吗 就感觉 又 感觉 就是 从内心有一种 自信出来 就练完了之后 虽然很累 但是很自信 那一瞬间 而且只要登上全台 我们就不怕打脸 不怕去接受这项运动的任何规则 对对对 因为我们既然选择了 尊重它的所有规则 因为你其实战胜了你自己 对对对 那乃万呢 因为我跟乃万认识是另外一档运动的节目 也是在这里 对也是在这儿 我们在录那档节目的时候 就觉得乃万真的是一个特别真性情 干任何事情都非常投入的人 谢谢 那我们当年录灌篮的时候 其实是能看到乃万在节目当中的那个成长和投入的 那你觉得这一次拳击 参加完上完全台 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来参加全力以赴的我们 一开始是 说实话是抗拒的 因为不敢 不光是对这项运动的一个陌生吧 有一些抵触 其次其实是心理压力非常大 但是最终还是无所畏惧的来了 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 冥冥之中我觉得这项运动它会 它会让我重新找到我自己 果不其然我现在已经重新出发了 所以来的非常值得 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位经理人也要来到我们发布会的现场 而且他今天有最多的选手要参加到金腰带的角逐当中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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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么 好 就是过于的凡尔赛 就是好烦啊 要是三个都是我可怎么办 可怎么办呢 那这么强的战争 我们特别想知道 紫棋是怎么选出来的 就是三位拳手也在这儿嘛 你去看他们上全台的时候 因为可能之前会看到 他们在各个不同舞台表现 但是他们以拳手的身份出现 应该也是第一次看 你去选人的时候有什么标准 我选人我非常的谨慎 我还因此得罪了他的前队友 我得罪了张延祺 因为他事先 因为我们参加另外一个节目 事先认识 然后他一直问我好多遍 他说紫棋姐你会不会选我 问了我好多次 但是直觉的这已经不是一个 就是我说选你就能选你 你必须自己真的先打赢了 我才能够选你 所以我一直没有给他一个很轻浮的答案 就跟他说我会 我一直没说结果他因为这样生气了 是真的生气了还是就是说说而已 男人呢我不知道他们说话的真实性 反正反正就是我是非常谨慎的 就是我觉得每一组真的要去做这个判断的话 得看很多他们无论是一开始他们跟张伟丽老师去比拼的那些片段 还有他们真的训练的时候我叫他们做很多事情 就是让他们你可不可以跟跟教练对打能不能够打狠一点呢 不要这么就是流利啊就是要看很多 然后我都是真的非常纠结才能够做出每一个决定 那有没有因为参加完这个节目对拳击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 确实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认知 因为其实我从19岁开始我就有偶尔做一些练拳 对但是我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教练跟我练拳他都是举着把告诉我打这里打这里 我都知道我要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节目上面看到他们正式打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不是只是你平时训练的一些招式 很多东西是你的胆量你的反应 很多临场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非常佩服他们 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可能 我是不可能我就觉得太难了 太考验你的胆量 因为对我们拳击小白来说 之前看拳击比赛真的就是看个热闹 就是觉得谁力量大肯定谁赢 但是真的你来看了现场 来了解了大家训练的过程 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特别需要脑子的一项运动 对 而且在场上的这个心态 那仔细讲到说如果是你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从你所有的这个艺人朋友里面选一个人 当如果夏季请你当选手的话 你要和谁打 我要和谁打 我很难匹配到对手 你要像我这么矮的 然后重量差不多也没几个 你觉得呢你选一个 你给自己选一个势均力敌实力相当的 要么我跟祖兰打 大家都是比较娇小的 还是很有勇气的 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拳击真的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 而且我们的这一档勇敢者的运动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我们马上在9月10号就要在优酷正式上线了 所以最后邀请我们的三位拳手以及我们的经理人邓紫棋 每个人再来推荐一下我们即将上线的全力以赴好不好 好 好 你开心 好 那我先 就是 这个节目你们会发现你们所知道的我们 也还是会有这么一面的 就是我反正都很惊讶 我自己的改变 然后还有哥哥姐姐们的改变 就是能看到一个比较凶猛且勇敢的我们 所以记得 锁定优酷 锁定优酷 9月10号 9月10号 每周几来着 10号应该是5号 10号应该是周五 每周五记得来看这么一面的我们吧 那我觉得的话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你们所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的舞台 不是舞台 更多面的一个样子的话 那就锁定优酷 每周五晚上9月10号开始 对 中午 中午呀 中午上线 没事 中午最重要 中午 中午最重要 中午最重要 哪万 想和大家说 当我们所有人全力以赴的时候 我们会比大家想象中更全力以赴 请大家9月10号锁定优酷 收看全力以赴的我们 谢谢 在仔细说之前 我追一个问题啊 有没有谁是你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 让你最意外的 没有想到他上了台之后这么猛 我真的坦白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让我很意外 就是颠覆了我对他们的印象 也颠覆了我对 艺人的印象 颠覆了我对一些年轻 年轻人们 他们的印象 就是没想到他们是这么有 胆量 而且我来之前 我以为大家都是以前学过的 结果大部分都是初学者 没学过大部分 对 大部分都是初学者 你刚刚接触这样运动 然后你有胆量站在上面去比拼 我觉得这太厉害了 就像刚刚陈毅说到的一样 可能站上舞台 站上拳台的时候 光是打人和被打 都需要做心理建设 都需要勇气才能够做到的 那我们也请仔细来推荐一下 好不好 我确实讲点干货 我觉得这个节目太励志了 太励志了 就是不只 我相信不只是对于打的一些选手们 就是人也觉得很励志 我虽然只坐在那边看 然后选人 但是我感觉就是 他们给我很多动力 让我好想要好好的去生活 是 很热血 能看哭 而且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邓紫棋 Lead Flag会不会三条金腰带 都在他的战队 没有 就一定要 节目效果 节目效果 我做点节目效果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全力以赴了 再次的感谢 我们的经理人邓紫棋 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全手 谢谢大家的全力以赴 也感谢我们所有正在收看 发布会直播的网友朋友们 周五的时候 全力以赴的我们见 拜拜 拜拜 拜拜